桃園中路运动公园北区裁剪站 人龙夸张 民众一路从帐篷内排到帐篷外 长达五百公尺的队伍折了又折 几乎绕过中路公园一圈 还是看不到镜头 甚至有人全家大笑 背着婴儿都要来排队 有民众等得不耐烦 手插着腰 也有人被晒得受不了 撩起头发散热 桃園中立中正公园南区裁剪站外 也不遑多让 民众大排长龙 戴着口罩顶着烈日高温 常常队伍绵延数百公尺 甚至有小朋友经不起酒站 自备折叠椅 在队伍最末端等待 过了好久队伍才已归宿前进 民众敢在四点半 裁剪站关闭前排队的快筛乱象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买不到快筛试剂 工作单位又需要阴性证明才能上工 民众买不到快筛试剂 可能职场要求要有裁剪证明 另外新竹县则爆出一位确诊个案 曾在四月十七号上午参与 在湖口老街举办的路跑活动 依照规定只需要在起跑点和终点戴口罩 确诊者在五公里的比赛过程中 汗水口水纷飞 总共经过接触多少人不得而知 参与路跑的三千人现在刺雷蛋 确诊案例大爆发 恐怖大群聚恐怕让疫情雪上加霜 记者刘志展和孟前张志然 桃园新竹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